芬兰的海鸥个头很大 圆鼓鼓的像个肉球 这让我想起了小熊师羊的娜娜 一只十斤重的胖猫 那家伙谁的话都不听 动不动就和父亲的猫打架 大家都讨厌它 但是它唯独让我摸它的大肚子 喉咙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非常喜欢娜娜 背着妈妈喂它很多很多猫粮 它越来越胖 后来死了 娜娜娜娜 娜娜娜娜死了一年后 妈妈就被卡车撞死了 奇怪的是 我为妈妈流的眼泪 比娜娜娜娜娜死的时候要少 我喜欢胖的动物 更喜欢吃那些很香胖胖的动物 对了 我妈妈很瘦 也许是因为喜欢吃的关系 所以我开了家食堂 不大但很温馨 开业一个月了 收一马和八台上的玻璃杯一样 干干净净 但是 惠子并没有很沮丧 毕竟这里是芬兰 一个静悄悄的午后 惠子正打盹呢 突然来了个客人 这家伙给惠子吓得不轻 你好 你找谁 哦不对 惠子马上想起来 我这是个食堂不是吗 真好啊 开业第一个客人是个帅哥 而且还是个喜欢日本文化的帅哥 你知道科学小飞侠的主题曲怎么唱吗 惠子轰轰唧唧半天 转头问 哎 下一句什么来着 惠子绞尽脑汁 想啊想啊想啊想 想破脑袋也想不出那首歌怎么唱 这种感觉 就像嗓子里被卡了根鱼刺 吃不下去 拿不出来 苦恼了一天一夜 突然来灵感了 惠子看到一个看日本故事书的人 就是这么巧 女人不仅会唱 还能将整首歌词背下来 女人叫小绿刚到芬兰 其实来芬兰纯粹是偶然 她想去个原点的地方 于是闭着眼睛指地图 指到哪是哪 但是 万一指到阿拉斯加呢 没问题 必须去 那如果指到塔西提岛呢 没问题 必须去 好久没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人了 惠子为了答谢小绿的歌 歌词 干脆给邀请回家 烧了一大桌日本菜 果然是日本人 一口米饭吃下去 眼泪噼里啪啦的掉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 为什么要到芬兰开餐厅呢 惠子的选择 其实是有根据的 日本人吃三文鱼 芬兰人也吃 日本人假客气 芬兰人也假客气 日本文化崇尚简优朴实 芬兰人也是 芬兰和日本太像了 所以惠子觉得 日本人喜欢的料理 芬兰人同样也会喜欢 小绿不是很理解惠子的想法 很明显芬兰海鸥 就比日本海鸥胖 不过 总日观光总是无聊 小绿提出 想在惠子的店里帮忙 做什么都行 不要工资 惠子有一些为难 这 关键是店里太闲 一个人都闲得看天 就这么着 闲得看天的海鸥食堂 没等到新客人 等来了个新员工 又因为实在太闲 海鸥食堂的唯一客人 和唯一员工 咔嚓一下就了上了 可是 怎么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小绿提出 不如打广告吧 找旅游局打广告 惠子想了想说 这 实在不行就关门呗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说了也是奇怪 昨晚刚聊到关门 店里就来了新客人 不 准确地说 不是新客人 是来了个咖啡师傅 男人装模作样 念了咖啡咒语 说这样做出来的咖啡唇红 惠子半信半疑 喝了才发现 哎呀 果然如此嘛 男人撂下硬弊说 没什么诀窍 别人做的咖啡 总是想 小绿受到惠子的诸多照顾 又是吃又是住的 心里难免过于不去 更关键的是 哪有眼睛中 看着店铺关门的道理 小绿逛遍菜市场 就不信自己帮不上忙 哄吃哄吃跑了一早上 回到店里时 正巧遇上惠子的新咖啡 快速喝完咖啡 小绿拿出三样法宝来 飞鱼 小龙虾 熏鹿肉 既然好无食堂的主食是饭团 那就做些本地特色的饭团 一定能吸引人 说干就干 正好让芬兰帅哥试吃 说不好 本地人就是喜欢呢 放弃了 饭团嘛 还是传统的好 说到吸引人 还是应该从味道入手 比如香飘万里的肉桂卷 热腾腾酥脆酥脆的肉桂卷 新鲜出炉 香的人直接掉眼泪 红黄蓝三姐妹路过 明明刚吃过饭 但肉桂卷的味道 实在是 实在是 一路肉桂卷深思海 从此再也离不开 三姐妹每天雷打不动来吃肉桂卷 比上班都准时 当然 还有脑中一样准时的芬兰帅哥 不过 在乡的肉桂卷 貌似也打动不了情绪糟糕的人 一个沮丧的中年大妈 站在门口看 也不进来也不走 看得小绿浑身几皮疙瘩 哎呀 危险危险 芬兰目不过跟东京一样 也有吃汗 随着肉桂卷的香气 飘得越来越远 海欧食堂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这不 连远在日本的阿仲都被吸引来 不过 倒霉的是 阿仲生平第一次出国 心里就出了差错 已经三天了 机场还是没有消息 阿仲纳闷 就是用霍拉拉送 也该送到了 生活用品全在行李箱 其他的不说 没有换洗衣服就很麻烦 我借给你吧 惠子说 小绿也说 没事的 我们都可以帮你 作为日本人 哪有麻烦别人的道理 阿仲离开海欧食堂 直奔服装店 不一会儿 阿仲就穿着新衣服再次动门 不为别的 吃入鬼卷 正在此时 那个恶狠狠的大妈再次出现 也不进来也不走 就那么莫莫其妙地站在门口 别说小绿 连惠子都觉得有些不妙 突然 大妈一个剑步冲进来 不喝咖啡 不吃入鬼卷 喝酒来了 大妈一个人喝还不过瘾 举起酒杯看向四周 大家都被吓住了 没人敢见 阿仲瞥了一眼 顶点头 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一口闷掉 狠人哪狠人 大妈接过酒杯 又是一口 就这么着 恶狠狠大妈竖着进来 横着走出海欧食堂 小绿这时候才体会到 惠子为什么说芬兰人和日本人很像 一緒に暮らしていた夫が突然家を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らしいの 两个语言不通的人是怎么交流的呢 原来 阿仲在日本时 常年照顾生病的父母 说起来 种种照顾了20年 去年父母双双去世 阿仲这才开始四处旅行 而阿仲来芬兰 也是因为当年陪父母看电视 看到芬兰有空气吉他比赛 扔手机比赛 还有背老婆比赛 阿仲当时就想 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如此安定平和呢 阿仲是个行动派 得了芬兰帅哥的指引 马上进森林 听风路过 听树重掌 一击采金灿灿的蘑菇 等到阿仲回到海鸥食堂 一口一个森林 一口一个蘑菇 一口一个饭团 只是那些蘑菇 阿仲想不起放到哪儿去了 没几天 芬兰的胖海鸥看泥之后 阿仲也加入到海鸥食堂 而为爱人离去悲伤的米洛 也已经走了出来 走出来 不可能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可能的 伤心了就要发泄出来 不要假装自己不在意 当坏心情被发泄出去后 人会神清气爽 这是任何宽容之道 都做不到的 蔚凉的大海 圆球一样的海鸥 甘甜的香槟 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模样 也就到这时 惠子才知道 为什么米洛 总是站在店门口看 却一直不进去 原来 他以前有只可爱的小狗 但是自从丈夫离开后 小家伙没多久就死掉了 米洛告诉惠子 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他 当然不是样子 是那种温柔温暖 毛茸茸的 让人很想要亲近 晒完太阳回到店里 就是傍晚 奇怪的是 店门竟然是开着的 不好有小偷 惠子是练家子 一个过肩摔给致服 凑近一看 好嘛 原来是咖啡师傅 男人叫马特 从前在这里开过店 他偷偷跑进来 是为了拿走自己的咖啡机 但是 又不止于此 马特不回答 低头沉默 此时此刻 千言万语 会成了一声叹息 两个芬兰人 三个日本人 一句话不说 完全不妨碍理解 不知名这和家 我自己说过说过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吃点好吃的 不管是芬兰的三文鱼 还是日本饭团 塞进嘴里嚼啊嚼 快了就会跑出来 肚子饱饱 身体好好 还有什么值得烦恼呢 马特拿回自己的咖啡机后 作为感谢 送了一包梦幻咖啡给惠子 何谓梦幻咖啡 其实就是传说中的猫食咖啡 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咖啡哦 俗话说 百文不如一见 不 百文不如一喝 四个人给猫食咖啡一致好评 来到芬兰两个星期 阿仲的行李终于找到 既然如此 阿仲也该回国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可是 当阿仲打开行李箱 却吃惊地发现 里面 是买买一箱子芬兰蘭蘑菇 这肯定是弄错了吧 阿仲赶紧打电话确认 可是 机场100%确定 这就是阿仲的行李箱 正疑惑呢 一个老大爷散步经过 将一只十斤重的胖猫塞给阿仲 如此 阿仲便回到海鸥食堂 而此时 被海鸥食堂吸引的客人 也越来越多 男女老少都被惠子征服 无论是神奇咖啡 还是香飘万里的肉桂卷 对了 米洛的丈夫回来了 主动回来的 看来是诅咒起了作用啊 猪排三文鱼肉桂卷天佛罗 惠子忙得停不下来 也就到这时 惠子才突然发现 海鸥食堂终于满座了呢 已是诠咒起来 对北京的富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